我们凡尘的这些都是虚犯不实在的 我们不放掉的话 我们的波罗妙智慧没有 绝对没有 有的话叫做聪明 聪明的话会害我们 我们聪明就反备 聪明物会耽误我们 因为聪明不肯吃亏 那不肯吃亏就是要占便宜 那占人家便宜 就是把我们的浩然正气用掉了 所以聪明的人没有浩然正气 那没有浩然正气 就枉为人 翁悔作人 没有人的资格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当人顶天立地 所秉持的就是浩然正气 不能没有 那聪明的话 会慢慢地把浩然正气用掉 用到后来都没有了 浩然正气没有 各位浅然 我们没有浩然正气 在都会区还没有什么感觉 那在我们像我们这边 比较偏僻的地方 各位浅然 假如说 半夜的时候 我们旁边都是狗园 你敢一个人来吃礼吗 不要有两个 只有一个 你敢来 敢不敢 敢 一个人到这个 没有人缘的地方 然后你的心不碰碰跳 是很笃定 那就是你的浩然正气 充足 你一个人到这个地方 全部没有人 你还没到的时候 就已经碰碰跳 告诉你 没有浩然正气 那你要再实际的 考验自己的话 你到浑木 半夜一个人去浑木 浑木有灵火 我们讲 鬼仔佛 他那个灵火很轻 你动 他会跟着你动 所以他会追着你跑 你一个人 能够在那个地方 你都不怕 表示你的浩然正气 十足 那假如说你都还没到 就要要分开了 那赶快回头 去到那边 一定要赶快叫救护车去救 为什么 没有浩然正气 所以那个地方 不允许你去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当人这个浩然正气 是这么的重要 可是我们聪明 就会把它用掉 所以不要聪明 聪明的人 都比较机智 头脑 比较尖巧 所以我们台湾话 讲得很好 赶翘赶翘 你看到浩然的人 都不会哭 浩然浩然 所以我们就要做浩 做浩才会做神 你太干就会做鬼 干鬼 所以不好 好 好 好